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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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 今天的原来如此 继续要来关心我们法律相关的问题 一样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角恒意角律师 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之前我们都来讲到这个借贷 当然借钱就要还钱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可是呢 是不是每一次 每一个借贷行为 都可以这么的顺利呢 就很难说了 所以才会有相关法律的规定 那借钱呢 说了借多少钱 利息多少 当然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 到底什么时间 你要还钱 要把它全部还完 我如果借了一大笔钱 我可能没有办法 一次都还完 就是要分期付款了嘛 那这个时间 我听很多亲戚讲 就是什么时候 这个民国几年的时候 借给谁 后来还着还着就没去 就没有了 其实借钱的部分 我们时间也要规定 对吗 对 借钱的部分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 在法律的制度里面 有一个叫 时效的制度 时效制度是指 我们因为时间的经过 那产生了一定的一个 法律的效果 有一个叫时效抗辩 也就是因为权力人 他在权力上睡着了 睡太久了 睡太久以后 他突然要主张权力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债务人 可以来去拒绝 他的立法的理由 当然就是认为说 你这个权力 你经过一定的期间 你去不行使 那我们为了要保障 这个交易的安全 然后还有这个样的 一个社会的秩序 如果让你这个权力 永久的一直在的话 其实是有碍于 社会经济的发展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时效的抗辩 比如说你跟人家借钱 然后这个时间也很长 三四十年都没有去主张 那相对的 要去主张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会提出 一个时效抗辩的 那我们的消灭时效 在我们的法律上面的规定 有两种的一个规定 一个叫一般的时效期间 它是十五年 原则上是十五年 另外一个叫做 短期的时效期间 它是这一些法律 特别规定的 这些是叫短期时效 例如 可能有的 比较常见到是五年 像民法第126条里面 有规定 利息 红利 租金 赛养费 退职金 还有其他一年 或是不及一年的 这种地期给付的债权 它各期的 给付请求权 因为五年 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因为这个 像这个规定 它可能就是 立法者认为是说 这里面的这些债权 你本来就是可以 尽速的去请你 这些债务人去履行 你没有必要 要拖这么久 所以这样 这些属性的 这些债权 立法者就认为 这五年 去行使是刚刚好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常见到的是 两年 这是在民法 第127条里面的 一个规定 里面的内容 大概有 比如说 旅店 饮食店 娱乐场所的 里面的一些 住宿费 饮食费 这些的一个费用 还有 比如说 医生的一个 看诊的费用 还有甚至 律师 会计师的报酬 这些也是因为 跟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所以立法者 也是认为说 这个要尽速的 去履行 所以我就定了 这样的 这些的 这些的时效 是两年 你假设两年时间 你都不去行使权利的话 那你两年以后 再去行使权利 人家 债务人就可以取得 一个抗辩的权利 也就是说 你现在回家 如果发现 哇 我阿公那个时候 哇 有一张借据 某某朋友 跟他借了100万 但是 这个一看 哇 已经50年前了 所以 你虽然确实 有这样的行为 产生了 可是你已经失去 因为这个时间太久了 你已经失去 请求的权利 所以 如果说 你跟朋友之间 有借贷的行为 当然你们一定要约定 一个还款的期限 那如果再没有 约定 然后或者是已经约定了 却没有依照时间来还款 超过15年之后 你就算想要跟他讨 你也讨不回来了 是这样子 那本金的话是15年 那刚才有讲到 5年的部分有利息 对 利息的话就是5年内 所以 如果说是 超过5年了 可是还没有到15年 那你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跟他请求的 可能他可以 还你本金就好 利息的部分 他可以说 已经收超过5年 你也没有立场来跟我要了 或者是很多时候到 拖到 你知道超过5年的话 你愿意还多少就多少 很多人就是 连本金都打折了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 你就知道 在借贷这个行为 到底 有的人都说 当你借很多的时候 你缺钱 如果是缺到很多时 变你是老板 想要跟你讨钱的人 他反而要看你的情况 就是要配合你了 是的 所以借贷的行为要发生 我觉得 要借钱给别人的人 你可能要想清楚 就是虽然法律上面 确实我们都有一些规定 是希望可以保障 这个债权人的权益 但是其实刚才开麦钱 律师也有说 当你真的打完官司 好确认他要还你钱 他必须 他有跟你借钱 他必须要还你这些钱 但他是不是真的 能够按时的还你 也很难说 对不对 就是好 我有权利跟你请求这个债务 但是你就是 零下有没有财产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你有没有收入 有没有真的钱 可以来还我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那刚才讲到这个消灭 其实所有的权利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 我那个权利是永远存在的 其实不是这样 是有一定的奇效的 那消灭时效完成 就等于这个权利消灭了 这个是要怎么解释 因为对大家来说 消灭时效完成 可能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对 好 这个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字 字面上就觉得 消灭时效完成 是不是啊 时效完成了 我这个债权就消灭了 其实在法律上面的规定部分 是认为是说 消灭时效完成后 债务人可以拒绝给付 他可以提出时效抗辩 但这个债权 本身 他仍然是存在的 只是让债务人取得了一个 拒绝给付的抗辩权 但假设 今天这个债务人 他自己搞不清楚这个状况 他自己仍然 虽然时效过了 16年过了 但他是个很重诚信的人 他觉得有借有还 我就是要还 那当然没有问题 他还了以后 他会不会又觉得说 又听到我们的广播 发现说 哎呀 又15年的时效问题啊 他跑去说 我之前跟你多还的那些部分 请你还给我 不可以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部分是 消灭时效完成后 债务人可以拒绝 这是他取的一个抗辩权 但原本那个债权 本身还没有消灭 仍然是债的 所以假设债务人 自己人为去旅行 人去旅行 把这个款项清掉的话 他不可以说 哦我不知道有失效 这个这样的一个理由啊 然后请求债权 把那个钱还给我 不可以的 所以消灭时效完成后 就是债务人 取得一个时效抗辩的 抗辩权这样子 大家听到这边 一定觉得法律好啰嗦 对 法律就是要这么啰嗦 因为他希望 可以把大家的权利义务 都说清楚 因为为什么要说清楚呢 走到法庭上面 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判断 到底谁的权利 谁的义务了 所以为什么要说的 这么啰嗦 其实大家如果有借贷行为的时候 这个借贷相关的法令 你最好都去研究一下 你才会了解说 如果你借钱给人家 在15年内 你要想办法让他还给你 如果拖啊拖啊拖啊拖 拖超过15年 对方就有这一个权利 可以来提出说 已经超过15年 我可以不用还了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法律相关的规定的时候 你就知道时间上面要把握 那这个时效还有一个叫做返还借款的时效 那他又是多久呢 消灭时效的部分的话 刚刚有讲到是说 他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规定是15年 那法律有其他一些特别规定叫短期的时效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借款的返还的这个请求权 他并不是有在特别的短期时效的规定规范里面 所以他原则上是适用到一般的时效规定 就是15年的部分 那利息的部分则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民法第126条 这个部分是有规定 它是5年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时效的规定 那这边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有时候常会觉得说 啊 借钱就是15年 那我在16年时候跟他借钱 现在已经过了16年 现在怎么算都已经过了15年啊 所以离遇时效 这边要跟听众说明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15年 这个起算的时间点啊 要从什么时间来算呢 原则上当然是请求权 那是从你可以去行使权力的 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 从那个时间开始起算 你要睡觉 你就开始睡吧 你睡了15年 那当然人家就不理你了 但所以一般标准 我们在借贷时候 刚刚之前我们有提过 在借据上面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写 要注意事项要写什么啊 其中一个约定的还款日 这个约定还款日 可能我跟你约定好 就是三个月后 你要开始 你要还我钱 那是不是从三个月后的那一天 是不是就是你应该 应该可以行使权力的那一天 所以你要从 算15年 从你什么时候开始睡觉 应该要从约定 你有约定还款 就从那一天开始起算 那假设没有约定还款日的话 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时务上面 其实会有说 债权人 你应该还要催告 第一个月以上的相当的期限 去催告债务人 从那个时间点之后 才开始起算15年 所以今天一个很单纯的案例 一面说 我16年前跟他借的钱 那算到现在已经15年了 不对 我们要去细抓 今天这个消费借贷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时点 是已经可以开始行使权力的 有约定还款的日 那就是从那个时间点 假设没有约定还款日 那就从你催告他 相当的期限的那个时间点 你才从那边那个时间点 开始算你15年的时间 所以不代表 我在16年前跟人家借的钱 现在已经过15年 我就直接就说 这个是离遇时效 因为我们要去细看 他的时效 从哪个时间点开始起算 这样子 也就是说 比如我借给他10万块好了 是的 那可是呢 并没有说明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 他要还我钱 那经过了10年 那我就说 10年前跟我借的那笔钱 怎么没还我 那他就说 我不还 我不还 这个时候我就去催告他 所以就是 记纯真心函 确定说 你有这一个借贷行为 你必须要还我钱 他说我才不管你呢 他还是置之不理 可是从我催告的 这一个时间开始 往后15年 他都有这个 要还款的期限 应该就是这个期限 你要睡觉 你不要 接下来 不要睡超过15年 接下来15年不能睡了 意思就是说 对他来说 他以为 都已经经过10年了 我再拖个5年 就没事了 但其实呢 他还要再拖15年 是的 没错 就是距离借贷行为 发生 那一个时间 可能已经隔了25年的时间了 那大家知道 这个期限就是 如果你在借句上面 有约定日期 那当然就是要从那个日期 开始起算了 很明确 那如果很多时候 是没有写清楚日期的 那你就要从你催告的时候 你一催告了 代表你自己非常清楚 对方还欠你一笔钱 你催告完了之后呢 却开始睡觉 睡超过15年 就代表 你一直不行使你的权利 是的 那就当作 这笔钱你可能就无所谓了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到底 期限是15年 但是起算点在哪里 这个每个case状况就不太一样 是的 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 在时效部分 其实时效可以中断的 中断啊 对 时效这个中断 它其实是 法律有规定 就是比如说 债权有去请求 或去承认 请求承认起诉 这些行为的时候 其实会发生 请求权时效中断 中断的意思是 是指 15年 因为这件中断的室友 之后 它再重新起算15年 所以标准的例子是 假设我们在16年前 跟人家借钱给别人 但这16年 每一年它都给我利息啊 每年都给我利息 给到这一年 它每一次给我利息 都是代表 它承认这个债务 对 我刚才是有讲说 中断的室友 其中有一个就是承认 所以这个承认就代表 它都一直在承认 有跟我这样的一个 一个借钱的事情 所以15年的计算方式 也会因为这个中断 会再从 比如说今年 也还我利息 那个时效也会从今年 再重新起算 15年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15年 计算时候的 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在一个个案里面 我们不会断然的 以你在借贷 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现在跟现在相距多少年 我们就来判断 它利于时效 不会 我们会看它第一个 它有没有一个 约定的还款日 以及或是吹告的 一个还款日 接着再看它 事后有没有发生 一些 因为借权人 没有睡觉啊 他很努力的去请求 对我一直都醒着 对一直都醒着 我只是逃不到了 然后借务人 甚至也还钱了 在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 消灭时效 这个是因为 我们不让一个人 在权利上睡太久 这个立法目的 根本在这种案子里面 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它的时效 其实就会 我们就会精细的去看 它的起算点 以及它中断后 重新起算的点 这样子提供给 听众朋友来参考 所以呢 到底借贷关系 虽然我们今天 这个节目当中 提到这一个 15年的时效 有消灭 就是你经过 15年的睡觉时间 你完全对 这个权利不行使 这个权利是会消失的 很多朋友都误以为说 我阿公是台中 借据挽出来 可以当继续执行 这个讨债的功能 其实是没有的 在法律上面 它对时间上面 是有规定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 起算点 跟怎么样去计算 可能每一件案子 不一样 如果你遇到 相关的状态 其实你可以寻求 这个专业的 法律的询问 因为你 我们每 平常的时候 可能对法条 法令的规定 都不是这么清楚 如果你遇到一些状况 其实最好就是可以 先前面呢 先调解 你先了解 你自己的权益 然后找到双方 可以接受的方式 最不希望 就是直接去上到法庭 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人也觉得很辛苦 你在这之前呢 先了解自己的权益 保障自己的权益 之下去 调解双方的认知 那如果可以取得共识 可以尽量降低 双方的损失 这样子是最好的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 法律辅助基金会 脚横溢 脚律师 来说明这个 借贷的状况问题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